武汉肺炎疫情的蔓延 引起许多民众的恐慌 要如何了解受感染症状 竹山旧传医院的医师 也提出说明 盼民众如有疑似症状 能做好分辨并提早就医 比较严重的话 就是会有肺炎的症状 呼吸道的症状 会有低温的发烧 那个比较轻微的话 其实只是像一般的感冒症状 一般人的咳嗽 然后有轻微的发烧 如果民众有疑似 这种状况的话 首先要看看自己 有没有到大陆地区的旅游室 或是居住室或是工作室 或是附近朋友或家人 有没有有这方面的疾病 如果有的话 我们就赶快到医院来 然后告知医院的医护人员 然后医院会帮你们做筛检 为了防止疫情的传播 保障你我安全 也呼吁民众在近期应减少 出入公共场所的机会 如需要前往也请佩戴口罩 并加强洗手 才能有效做好防疫工作 因为现在在疫情的期间 尽量少出入公共场所 尤其是人多拥挤的地方 密闭的地方 我们如果要到这个地方的话 要记得戴口罩 加强洗手 那那个尽量不要到医院 如果一定要到医院的话 一定要全程戴口罩 先议员邮浩也表示 防疫工作人人有责 也呼吁民众在这段期间 因养成佩戴口罩 以及勤洗手的习惯 一同来为你我健康做把关 让武汉肺炎远离你我 要对抗这个武汉肺炎 去做一个防疫工作 显得特别重要 那所以说现在来讲的话 防疫三宝 大家需要居家就要必备 包括随时出门 外面的时候 就是要戴口罩 也要勤洗手 随身可以戴这种 就是酒精的一种喷剂 那有时候的话 喷一下 那也可以让自己的话 手上可以避免一些病毒细菌 那这样子去做一个防疫工作 保护自身的安全 同时也是保护了家人的安全 还有另外 在这段期间的话 大家要特别的注意 尽量扫前往公共场合 尤其是密闭的一个空间 那这样子的话 才会避免 它去传染到 这样子武汉肺炎 议长和尚峰也提醒民众 在近期外出 请佩戴口罩并请洗手 做好卫生工作 才能避免感染武汉肺炎 保障你我的安全 记者卢宇凯竹山采访报道